小花跟未婚夫正在跟父亲和姐姐商量结婚的事 通过父亲的样子就可以看出 她是一位特别开明的人 另一边男主智树刚从工作的大阪回到了东京 她在楼下看到了刚要和未婚夫一起离开的小花 她回头看了一眼刚刚回家的智树 然后上车离开了 智树看着他们离开的样子 好像有什么故事 然后妈妈跟智树说 你也该准备成家了吧 你看小花再过几天都要嫁人了 智树敷衍的回应 结婚这种事总得看缘分吧 第二天一早 小花爬墙翻越到阳台的拉门上 叫醒了正在酣睡的智树 她赶紧开门说 这很危险 别再这么近来了 小花毫不在意 我小时候不经常这样来你家玩吗 可那是小时候了 小花没有回应 只是说没想到房间还挺干净的嘛 现在工作怎么样 准备什么时候回去 一般吧 社畜而已 听说你要结婚 我特意请假回来的 小花羞涩一笑 说什么呢你 通过他们的对话就可以看出 这是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而且两家的邻里关系也相处得很好 小花说 我爸想邀请你和阿姨晚上到我们家聚餐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随便吧 小花刚要离开 又回头问道 你难道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智树犹豫了一下 你要结婚了 恭喜啊 小花睹起小嘴 正正的看着智树 可以看出他很失望 他来到智树面前吻了他一下 然后娇羞又落寞的离开了 智树呆住了 他看着小花离开的样子 想挽留 却终归还是选择了沉默 到了晚上 两家人其乐融融的相聚在一起 他们说小花会在鸣鼓屋结婚 希望大家都能到场 智树则是独自享用着美食 满怀心事 到了深夜 小花又来到了智树的阳台 他带来了一瓶啤酒 他说他睡不着 就过来找智树聊聊天 智树说你上中学那会儿也是这样 偷叔叔的啤酒 到我这里聊天 结果我没喝多少 却把你灌醉了 叔叔很生气 还把你骂了一顿呢 真的吗 小花笑着回应 他早就忘了那次喝酒的事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回忆着往事 那时候真的很好 时间很慢 我们很小 可是时光燃燃 一转眼 我们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第二天醒来 妈妈说他要去工作了 让智树自己准备晚餐吧 他走下楼去 遇到了也要出门的叔叔和姐姐 小花呢 不跟你们一块出去吗 他昨晚好像喝多了 不想出门 哦 这样啊 他骑着单车 独自持行在校园附近 他回忆起往事 回忆起当年总是带着小花 骑行在放学的路上 他望着操场内正在运动的晚辈 不由的一股悲伤的失落感涌上心头 中午回家 他看到小花正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忙碌 他走到身边看着小花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听说你一个人在家 我就过来给你做个午餐 这书上前一把抱住了小花 虽然说不出口 却还是想说 我不想让你结婚 我是说 我不想让你嫁给其他人 这个天下午 他们跟过去一样 骑行在校园的操场附近 他们嬉笑着在附近游走 仿佛一切又回到了过去 某处的天台上 小花说这里竟然都没有什么变化 是呢 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富士山 这是小花当年说给志树的话 在那个懵懂的年纪 浪漫的傍晚 志树鼓起勇气吻了上去 可小花却给了他一巴掌 甩身离开了 现在再回到同样的场景 这次小花没有拒绝 这一天晚上 两家人又聚到了一起 这次反而是爸爸满怀心事 他不停的喝酒 然后来到了小花身边 想到女儿还要两天就要嫁人了 我心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呢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只有姐姐开口道 爸爸你喝多了 爸爸毫不理会 又接着说道 其实我一直觉得志树跟小花挺般配的 只是没想到 然后他又端起了酒杯 姐姐继续说他喝多了 志树的妈妈也附和说 是啊 咱们小花就快要结婚了 现在就别说这么多了 小花和志树从始至终都在发呆 他们都想说点什么 可是他们更希望的 可能还是对方能率先开口吧 爸爸看着女儿默不作声 又接着说道 人生要面对很多选择 但真正影响一生的也就那么几次 所以在重大抉择面前 一定要尊重内心的真实想法 小花听在心里 一直在频频点头 到了深夜 难以抉择的两人在一起 志树说他很怀念小时候 那个时候两人会经常一起玩耍 会时常到路边跳绳 我们能到同一所中学真是幸运 可是到了那个年纪 我又变得腼腆 小花回应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你 我也是 即便两人全都传达了各自的心意 这段时间的相处 两人也在一直拼命地回忆着往昔种种 可是最终他们还是没有改变人生的轨迹 结婚那天 小花穿上婚纱 妈妈说你看小花很美吧 小花看向志树 尽力挤出了一丝微笑 起初我没看懂这个结尾 我本以为他们既然已经各自表白 就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可这毕竟不是偶像剧 这样的结果应该才是最真实的 在现实生活中 谁的人生又能不存在一些遗憾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小果汁 我们下期见